這個球打擊出去 在右半邊飛行的距離還蠻遠的 跳起來 最後這個球有碰到場外 所以一雷神已經是揮動他的手勢了 這個球最後是被碰出了場外了 所以是形成一支全雷打 我應該是接任右線神吳家瑋先生 對 他就確定他是一支三分砲的 這支確實是中傷害 潘志芳雖然跳起來想要嘗試完成接殺 但有點是碰到球之後 飛越了瘸打牆 這一發三分砲出現在了10局的上半 當然會讓兩隊的氣勢 出現了非常明顯的變化 唐武雄 39歲的資深老將 敗打建功 我們再看一次慢動作 右半邊的飛球 潘志芳跳起來 沒有碰到 沒有碰到 是打在全雷打牆 他就直接往後跳 然後最後其實是打在後面再回彈回來 所以往外彈 當然這沒有話說 就是一發全雷打 所以總冠軍賽因為是 六名裁判的制度 右線神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哈囉 各位粉絲朋友 看完影片後 記得點擊旁邊的圖案 訂閱頻道 訂閱完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個賣咖啡的精彩影片喔